看我的视频都知道 我是一个索尼用户 这一集跟大家聊一聊 这五年来我使用索尼的一些心得跟告白 什么告白 我是一个索尼的用户 但是我不是一个索尼党 我是在2015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决定要买我人生的第一个全幅相机 如果相信我的一些订阅者 都是因着搜寻一些索尼的相机而发现了我 这一集就跟大家聊一聊 这五年来使用索尼 我并不是只使用索尼相机 2015年的时候 然后我决定 那时候我已经卖掉我的尼康的D90 那时候我的尼康 人生第一个单反是尼康D70 然后卖掉尼康的D70 然后尼康D70是送给人 然后卖掉了尼康D90 不应该卖 那才卖500磅 400多磅好像是在eBay卖 所以这是我最后一次卖掉自己的相机 当我卖掉之后 今天看回来我还是很后悔的 因为如果你是真正喜欢相机的话 你不应该去卖你的相机 所以那个之后 我就没有再卖 键卖我的相机 因为买回来是很贵的 键卖就是亏本 所以2011年的时候之后 所以2011年到2015年的时候 我是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任何设备 没有任何相机 我记得那时候 我拍照就是用手机拍照 我就是用iPhone4去拍照 那时候手机都可以拍照了 为什么还要单反 所以2011年的时候 我就卖掉了人生的第二个单反 就是数码单反 其实是数码单反 我之前还有一个胶片的单反 那个也卖掉了 然后2011年的时候 卖掉单反 我就说手机可以取代相机 满足的需要 但是之后发现 大概没有相机的四年里面 然后那时候就借了公司的 佳能600D 对 你没听错 我以前做了一个视频 关于佳能600D 就是开始让我重新拍摄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了 拍摄了延时摄影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延时摄影是由2016年开始的 所以我延时摄影有 16年 17年 18年 19年 4个延时摄影 4年的延时摄影 我拍摄了 4年延时摄影 所以那是2014年开始 就用佳能的600D拍摄延时摄影 到现在我是很喜欢那相机 这有点像讲我自己的器材的心理 心理过程 也记录 也分享给你们大家 器材真的不重要 但是 要选你对的器材 你千万不要因为你用某一个牌子的器材 而看不起别的牌子的器材 我慢慢在解释 为什么这样子讲 之前 我之前用索尼也有种优越感 但现在这种优越感 索尼只是 我只是一个索尼的用户 好 我们继续讲 所以2015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决定 iPhone已经不能够满足我 我觉得iPhone在拍摄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发现手机有很多的限制 然后始终 那时候我就在手机跟使用佳能600D的时候 我就发现很大的不同 苍天共地的分别 所以今天你认为手机还能赶上单凡的时候 还是有距离 虽然距离是比当时的距离小那么一点点 但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所以不要跟我讲 手机可以短时间代替单凡 我觉得五年之内还不可能做到 因为一寸底 大就是大 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 然后那时候就对比 为什么同样是 一个手机是400多块钱的 那时候400英镑的手机 一个是DSLR 或者是佳能的600D 那时候好像才200多 为什么手机拍出来照片 全部放在电脑 用LineRune去看的时候相差那么大 我就发现原来是底片的问题 就是佳能600D 它是APS-C的底片 是一个蛮大的底 现在还算蛮不错的 而且那宽容度 后期的可塑造空间太大了 我说手机其实只是拍了看 拍了看 你不能后期处理太多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子 然后2015年我就决定 我要花我人生第一笔 差不多一万多块钱的人民币 当时相当于一万多块钱的人民币 去买一个相机 那时候我就看了一下 对不是 之前我还买了一个富士的 对富士差一万 那个也送给人了 那是整套 不是送给人是捐给某个机构 那时候捐给某个机构 但是在捐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生 因为那时候我用了一段富士 有拍摄视频 有对焦各方面 拍摄很漂亮 色彩很漂亮 但是视频真的是太不太垃圾了 当时的富士 视频真的是太垃圾了 所以那时候 我2015年就做了人生第一个决定 也就为什么会有今天的YouTube 或者也就为什么会有今天的channel 2015年我就做了人生一个决定 我需要 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需要什么 所以我买相机的时候 我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我需要一台相机 他必须是全服 不能是残服 第二 他不单可以拍照 也要可以拍得蛮不错的视频 就是这两个要求 所以当时2015年的选择就有两个 只有两个 不要跟我讲Blood Magic这些东西 他不是全服 他不能拍照 也不要跟我讲富士 当时的富士没有全服 2015年的富士没有全服 再讲 所以当时全服拍照 视频级只有两个 你说尼康呢 尼康有全服 但是视频并不是出名 出名的 或者是数一数二的 第一第二名就两个 一个是佳能的5D3 单反 传统的单反 第二个是 索尼新推出的A7S第一代 现在还在我这里 就是当时 看到这个时候 我就选择了索尼A7S的第一代 当时我也是看了很多的 很多review 然后我也参加了一些索尼的一些讲座 一些的像是一个watch shop 这样子就你上丑去测试 然后去拍摄 那时候 那时候我拿了5D3 在拿这个时候 我被这个所惊艳 全服的相机做的那么小 到今天为止 这个还是我拍摄原色影的主力机 当然现在已经出到第三代 第三代有多厚 我不知道 但是当时从它的尺寸 从它全服 这个根本就是 比我用 用习惯的佳能600D 还要 还要差不多一样重量 还要小 而且还要 还要 还要轻巧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就是我一定要买的相机 然后最主要的是 佳能5D3当时 它是不能够拍摄lock的 就是不能拍摄灰片 而如果没记错 索尼AS第一代 索尼A7S第一代 第一个可以拍摄灰片 或者可以拍摄lock的 小尺寸的相机 不包括佳能的C100 这些是那些是摄影机 录影机 就是在照片机里面 第一个把lock格式 放进相机的 就是索尼 当然是Slock 这是第一代Slock 但是我拍摄的时候 哇 ISO有很多的限制 很多的挑战 不是很熟悉 但是索尼的确是 第一个把lock 放在相机里面的 当然现在有 好像尼康 也有尼康的lock 然后富士 也有富士的lock 好像 在松下 也有松下的lock 当时还有 当时还有一个比较多人 用来拍摄视频的 就是GH4还是GH5之后也出现了 但是我完全没有考虑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看中的就是全幅 一定是将来 就是 就是全幅相机是将来的方向 所以我就从来没有考虑过 M43画幅 因为当你买相机的时候 你需要买镜头 而镜头一买下去 我基本上不会 当你买相机的时候 你不会卖 所以你每做一个决定 你不能只是因为便宜一些参数 你要看到你整个的蓝图 所以因为每换一次门 你的血是基本上不见了一半 就等于是你的钱是不见了一半 所以在 我进了索尼全幅相机的门的时候 到现在 我 我只卖过一个镜头 因为那个镜头 就是弗仑达的35 1.4 那个镜头我卖掉了 为什么卖掉 因为我把它换成了 因为在买了镜头之后 我又买了蔡司的18 我吃点再讲 我为什么太喜欢蔡司镜头了 所以弗仑达的镜头 我现在只有两个 一个是15 这个是15毫米 15mm 全幅15mm 还有另外一个镜头是10mm 因为我拍摄延时摄影的时候 我是用这个相机 但是我现在开始存钱 要开始买镜头的 不是索尼的G大师镜头 不是 我用过 但是G大师镜头 没有给到我那种的感觉 但是我发现 蔡司的一帽 索尼的一帽镜头 我很喜欢 现在我是18 2.8 吃点我在存钱 要买一个40的2.0 好像是 是不是2.0还是1.8 我忘记了 就是说 我索尼相机 我最喜欢的是 蔡司的镜头 第二才是弗伦达 因为够小 弗伦达就没有自动对焦 好 回到这边 所以之后 从2015年之后 我的相机就开始了索尼的生涯 然后整个拍摄中 2015年 我就带着我第一台 那时候还没有索尼相机 我就带我第一台A7S 然后去了新加坡 那时候去拍摄延时摄影 可惜那时候拍摄不是太好 但是现在我已经开始熟悉了操作 我索尼相机真的是你要花一年去看很多东西才懂得怎么去用 当时我花了差不多一年多才懂得怎么完全去使用 才懂得怎么完全拍摄S-Log 然后包括电池包括曝光 特别是拍摄视频的时候 照片已经不错了 照片现在是有点 我索尼相机是完全没有用它的机械快门 我索尼相机拍摄照片 原始摄影都好 我的机械快门是完全关掉的 我全部都是用电子快门 所以电子快门有个好处 就是当按下快门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已经拍下 它是完全没有声音的 所以我已经习惯了电子快门 所以到拍下那一刻的时候 基本上2015年到2019年的整个拍照过程当中 我是在安静当中度过 直到去年的时候 我就有机会接触了尼康的顶级相机 当时的顶级相机D3 当时我开启那快门声音的时候 我就被尼康的快门给深深吸引住了 那种的清脆 大家最好听的快门还是莱卡的快门 我也听过莱卡的快门 所以先回 我们倒回去一点 不要讲到2019年 所以2015年我就开始了索尼 我就开始一直用索尼A7S去拍摄视频 也拍摄原始摄影 那时候还没有主要拍摄视频 我只是主要拍摄原始摄影跟照片 但是差不多在2018年的时候 就2015年到就3年当中 我一直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拍摄原始摄影的时候 我的相机是设置在那边 一个小时我是不能动的 等于这一个小时我拍摄当中 我必须用手机去拍摄 我觉得如果我有第二个相机 那个都好 所以那时候2017年左右 我就开始在考虑要购买第二个相机 当然要求也是必须是全幅 然后必须是可以让我拍摄蛮不错的视频 然后对焦要好 对焦要好 因为索尼的A7S对焦真的是太差了 无论是照片还是各方面 照片对焦还可以 但是手中对焦 所以就是对焦要好 然后要拍摄全幅 要是全幅 然后最好就能共用我当时所有的索尼镜头 当时选择不多 就决定了是索尼的A7R2第二代 就现在你们看的 我就一直拍摄了1000多集的Vlog 或者是去任何地方 基本上这1000多集的视频 我都是用A7R2拍摄 然后回到这个相机 所以当我当时2018年的时候 我就有了两台索尼 一个是A7S 一个是A7R2 然后在我使用镜头转来转去的时候 我发现 当时我买A7R2的时候 我还想过 我的A7R2能不能完全替代我的A7S 就等于是我出门只要带一台相机 我不用再带我的A7S 当时2018年 是想把我的A7S给淘汰 当然不是卖掉 是把它放在一边 就出门只带一台相机 就是A7R2 但是当我使用2018年 使用了一整年 到2019年的时候 我发现A7R2是完全不可能代替我的第一代的A7S 第一是高感 第二是重量 第三是拍摄 原始摄影当中 因为当我刚用A7R2的时候 照片太大了 我电脑的存储真的是 一张照片就差不多100兆 而这个照片是差不多10兆 就等于是这个照片是这个照片的七八倍 所以等于当我拍摄延时摄影的时候 就等于是一个延时摄影 我要100张的话 比如说这延时摄影是10GB的话 就等于说 如果我用A7R2拍摄延时摄影 差不多我的内存 我的硬盘是要花费我100GB 差不多类似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说这样子吃不消 这样子绝对吃不消 所以之后延时摄影 我也没有用A7R2去拍摄 所以的A7R2就成为我主打的视频机 因为它对焦还算可以 然后它拍摄S-Log的时候 它的ISO可以去到800 然后A7S的问题就是 它拍摄S-Log的时候 它ISO最低只能去到3200 所以这个在完全很黑暗的地方 它拍摄是王者之王 但是在很光的白天拍摄 这个就不可以 所以这时候我就把我的A7R2打造成为我主力的视频机 就配上了蔡司18mm 2.8的这个相机 自动对焦镜头 然后再买了Sony的XLR-K2M 就是这个麦克风 加上如果你看我早期的Vlog 我大概有介绍我整个的这个设备 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很满意的 你说要不要升级A7R3 其实如果这个没有坏掉的时候 我是没有必要花那么一大堆钱去升级A3 但是AS第三代 但是我的这些设备 只要我买回一个AS3的机身 无论是新的 无论是二手 如果便宜的话 我觉得一万块钱买个二手的话 整套的设备 只是换个机身 就完全可以升到另外一个等级 所以我的整个的其他的镜头 麦克风 或者三脚架 或者是所谓的这些快转版 就除了电池跟机身以外 其他的升级是 等于是买个机身回来 就所有一步到位 基本上 这就是一步升级的感觉 所以当 我再来讲一讲 为什么A7R2不能代替我的A7S拍摄 延时摄影 因为 D我觉得它的宽容度 的确是 照片的宽容度 的确是没有A7S那么大 特别是在一些太阳下山 或者是调整的时候 我发现A7R2的确是 的确是在 在高杆上 跟A7S不是同一个级别 所以你想考虑 A7R2成为一个高杆的相机 它不是高杆 它就是高像素 但是其实 我用不到高像素 用不到那么高的高像素 高像素 除非是拍很细的东西 很细微的 或者是比如说你是要拍细节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是接拍你是拍风景 其实A7S我觉得我拍风景 你们去我的网站 或者去我的500X那边 你可以看到里面很多的照片的合成 或者是伦敦的那些都是A7S拍摄 甚至现在很多的照片 我都是用尼康的D3去拍摄 我发现这个现在才是我拍照片的主意 就如果是拍照片 基本上都是用尼康的D3 它操作真的太好了 很难解释 很难解释 就是基本上 现在我很喜欢的 就是尼康的D3去拍照 而且很顺手 当用上的时候 所以2019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用了尼康 用回尼康的D3 因为真的是太喜欢 而且是电池真的是太好用 然后佳能的5D4我也开始用 它操作各方面都很好用 所以我只是一个索尼的用户 我不是一个索尼党 我之前可能我会觉得 我用索尼而觉得骄傲 现在我觉得它只是我的一个工具 然后你说 分享一下这五年来使用索尼的心得 可以讲 这五年来我使用的索尼 没有任何的感觉 就是它只是一个工具 就是我跟它的关系 就是它是帮助我创造的一个工具 但是 单单的只是几个月 一年来 我用了一个尼康的D3 我却对它产生了很浓厚的感觉 或者有那种感情在里面 就那种人机合一的那种感觉 你明白吗 就当使用当拍照的时候 就有那种人机合一的感觉 觉得它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而且随时可以拿在手上 你不觉得累 索尼的相机 就算是我索尼的A7S 我很少会这样子拿在手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 A7S还会了 A7R2 很少会拿在手上 基本上都是放在三脚架 它都是拍照 所以它只是 我觉得只是一个工具 我跟它的距离 索尼的距离 一直是很遥远 如果讲到那种心硬感硬的话 我觉得尼康D3给我的距离 反而会走到我心里面 而索尼给我的 还是一个冷冰冰的工具而已 可能有一点是 因为索尼更新的太快 所以现在这两个相机 已经是被淘汰了 多少代的相机 索尼基本上 每年就出一个相机 现在索尼的A7S3 一出现的时候 你会发现索尼的用户 索尼很容易给你一个用户 一种感觉 喜新厌旧的感觉 所以我会发现 很多索尼的用户 都很向往新的一代 新的索尼出来 一定要新的买 A7R3 A7R4一直在追求新的东西 但是尼康的D3 当你使用尼康D3的时候 你不会想 我一定要买D5 D6或者D4 因为你就想 我好好的把尼康的D3用完 很难 用烂 或者是又走到镜头 才去更换相机 而索尼的相机 就好像一直吹出你 而且一代比一代卖的贵 我记得我买索尼的A7SD一代的时候 那时候是一万两千港币 是索尼机身 配上索尼镜头 就是2470 F4蔡司那个镜头的一万两千港币 当我同样花 那时候也是花一万二人民币 我买的是索尼R2的机身 所以同样一万多块钱的钱 在我2015年买索尼A7SD一代的时候 我买的都是全新 那时候买的都是全新 它是可以买机身 加镜头 一个蛮不错的镜头 然后但是在三年之后 一万二人民币的价钱 我买索尼A7R2第二代的时候 它只能买到一个机身 就同样的价钱 而在2020年的今天 一万多块钱的价钱 当然你说可以买索尼的A7 A7 3是不是A7 3 我都忘记了A7 3 但是我告诉你 A7 3跟A7R 或者R系列跟A7S系列 不是同一个等级 A7 3是入门级别 所以当你考虑A7 3的时候 其实在 你说好像在参数上都差不多 其实在索尼从来不会做那么笨的事情 它在用料 或者在各方面使用的材料 或者是算是镀膜也好 那些细节当中 是跟A7R2跟RS是有分别的 所以我现在是一个拥有R系列跟S系列的 所以我曾经有考虑过A7 3 但是当我摸上手的时候 那个感觉我觉得 有一点点廉价 所以就等于是 现在连A7R2的机身 或者A7R的机身 我都买不起 所以一万多块钱 在今天A7S第三代出来的时候 它的要价是两万三 好像是两万三 所以我还是同样是打算 用一万多块钱的价钱 买入手一个A7 S3 时间不是问题 我可以慢慢等 所以索尼相机 它会很冲动 让你一直去更新 但是自从用惯以后 体验过以后 我发现索尼相机 不得不说 它的确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品牌 虽然我是个索尼的用户 我也很喜欢用索尼的相机 也用了习惯的索尼相机 但始终 索尼的相机 还是没有走到我的心里面 我不知道是我个人的问题 但是 尼康的D3 却已经走到我的心里面 当然 之前我讲过一集索尼是将来 或者是索尼是Future 这个的确是 我看有没有超市 24分钟 好了 我们就 再讲 三分钟 我们就结束了 本来想想再录 不要讲太多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 五年索尼相机的一个 用户的感受 你说索尼相机好用吗 的确是很好用 方便吗 是好方便 完美吗 不完美 但是当你用起来的时候 它每一届推出新的产品的时候 都可以跟旧的匹配 或者你会发现 在用索尼用户里面 它淘汰的太快 太厉害了 所以 这两个相机已经淘汰 但是 这两个相机绝对还是 今天还是可以用的 就算拍摄照片 索尼A7R2还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我的镜头 我的麦克风 我的各方面 都准备着A7S3 去升级 但是 两万三千多 我觉得是有点贵 我会等 等哪一天 A7S4出来的时候 人家要更换的时候 可能就一千多块 一万多就可以买到 现在 索尼A7S第二代 好像成交价 一万块钱 人民币都不到 一年的机 我大概就知道 那个价钱 就一年 索尼新的相机出来 二手价钱 只要你等一年 它跌价可能就跌到40% 可能还更高 看你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 索尼相机并不是太保值 我个人觉得 所以买镜头比 卖相机保值 但是索尼相机用起来 现在还是很满足我的需要 但是如果是其他的使用的时候 我还在讲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分享 就五年 一个 五年 索尼相机用户的一个高白 如果你是 这个频道不是器材评测 我是随便分享 不一定要订阅 下次见